非洲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面,都是比较贫穷和落后的,我们很多人虽然没有去过非洲,但是也经常在电视节目里面了解到,非洲当地人普遍比较穷,甚至还有人经常为了威宝问题而烦恼。 不过如果对非洲有深入的了解之后,你就会发现,其实非洲的物质水平不会匮乏,相反当地大自然物产更是非常丰富,像有一些东西,在中国是极为稀有的东西,但是在非洲却是十分普遍,它被非洲人嫌弃,宁愿挨饿也不吃,用来做肥料。 在中国却不够吃,像大龙虾味道鲜美,但是价格也是十分昂贵,经常买一只就要三五百块钱了。 所以很多中国吃货,经常是买一只都不够吃,要是家里没有矿的话,经常也就看住大龙虾干流口水。 幻想住哪一天能中彩票,就通通快快吃一次解解馋。 不过这种中国吃货不够吃的,吐好级别的食物,到非洲却是被当地人嫌弃。 它具有厚厚的甲壳,食用起来非常麻烦,而且面目可增。 看起来十分奇怪,非洲分甚至将它称为海中蟑螂。 殖民者时期,都是用来给囚犯和农历使用。 所以到现在很多非洲当地人也是,宁愿挨饿也不想吃它。 要是有遗传倒霉捕捉到大龙虾,他们甚至把捕捞上来的龙虾才死。 然后放到田地里面,直接又来当肥料。 不过现在随着中国吃货,对非洲逐渐开发。 很多当地具有生意眼光的居民,开始意识到之前犯下的错误。 现在纷纷把捕捞到的龙虾,卖给中国吃货。 在中国人高超的烹饪技巧下。 清蒸龙虾,油炸龙虾,十三香龙虾,蒜蓉龙虾等等。 多种口味应运而生。 让非洲人目瞪口呆的同时,也让龙虾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战。 被中国吃货成功逆袭成餐桌上宠儿。 看来资料的最大浪费,就是不懂运用。 像非洲龙虾,从被非洲人嫌弃。 宁愿挨饿也不吃,甚至用来做肥料。 到中国吃货强势逆袭,非洲龙虾也得到他应有的尊严。 小伙伴如果你到非洲,你会自己一个人偷偷吃龙虾? 还是会教当地人,如何正确烹饪龙虾? 再见。 再见。 。